从外观来看好像一艘潜水艇走进舱门一看 内部两排座椅 这是目前新竹县市唯一的高压氧治疗中心 启用19年以来帮助了许多病患重回健康 因为其实高压氧它需要里面的加压的压力 一定是超过外界一个大气压力 所以它里面的这个它设计成像一个潜水艇 就是它要承受比较大的压力 那一般我们高压氧治疗 至少里面的压力都大概是至少是2.4以上 当然有一些像潜水敷病的话 甚至要加到六个大气压力 所以这个钢体的设施要蛮承受那种压力 所以它造型就是确实是像一个潜水艇这样子 除了独特的外观 高压氧更是拯救易氧化碳中毒的最好方法 也能帮助潜水敷病甚至是烧烫伤的患者 也成为台北荣总新竹分运的秘密武器 那目前这个高氧仓是我们新竹县和新竹市境内唯一一座的高压氧仓 那一般这个高氧治疗仓主要是运用在像 像我们在冬天蛮常见那种急性的一氧化碳中毒 或是像一些潜水敷病 高压氧一次的治疗从病人进仓到出仓大约是90分钟到100分钟 那当然提到过有些特殊的疾病 像我刚刚提到像尤其是第二型的潜水敷病的话 它甚至病人要做到五六个小时 虽然外形独特内部装潢简单 但除了急救高压氧也能够治疗慢性伤口 内耳受伤 甚至结合复健也能舒缓癌症病人治疗后的痛苦 成为许多病患的福音 凯活新竹陈洛怡红采访报道